好 謝謝主席 各位官大長 主席邀請部長 陳部長 部長您早齁 不早了 中午了 我想請教你 今天我們談了這個政策的問題 那昨天啊 那個誰 那個空投總司令啊 叫陳 張金二啊 去找財政部長 那問題牽涉到土地的問題 他應該可能找錯了 可能你在他心目中 是還不入流 他看不上你 他不屑跟你一談 所以他沒有找你 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我跟他好朋友大概他不會 他應該是就他想要談的問題 去找合適的對象 但是問題我剛剛一路坐在這邊聽這麼久 從早上的Monitor到現在 你都說你很多政策 你都是說看報紙知道的 欸 你怎麼那麼混 混到看報紙 一個身為一個 內政部這麼大的部位 一個所長 你說你看報紙才知道的 政策 所以他去看他的這個 他去看張部長 我不知道啊 當然我是要看報紙才知道 欸 剛剛不是喔 不只是說他這個政策看報紙喔 人家會找他不找你 你自己就要檢討了對不對 他上個禮拜也有人來找 他找你談什麼你說說看 他都市更新 我跟妳講 他是一個自創品牌的一個空同總司令 他在08年的時候 他講說房地產會泡沫 結果有沒有泡沫話 沒有 有沒有泡沫話 沒有 但是我要跟妳講 身為一個空同總司令 他講的話可以信嗎 好像江湖郎中 你知道嗎 身為一個空同總司令 大家你在部位所長 你剛剛還樣樣得意 說他有找過你 那找過你來談政策啊 身為一個部長 說真的 比如說 他不管是做多做空 欸 這個不是在玩股票欸 做多股票買坦欸 做空買坦欸 那你身為一個部長 真的是要有一個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麼道 應該非常清楚的 對不對 部長 我要請教你 剛剛我們在談合宜住宅 社會住宅 你剛剛講說 沒有土地了 沒有辦法蓋了 對不對 你憑什麼講這一句話 你憑什麼講這一句話 你說明一下 你憑什麼講這一句話 因為在台北市 因為我待過 台北市要蓋這個 合一住宅的土地 真的是沒有啦 但是 我們希望 有一些 國有土地 或者室友的 公有資源的土地 能夠再來蓋一些 這一個 社會住宅 好 部長你說得很好 謝謝你 部長我在這邊 你要給我立個承諾 你剛剛講的話 如果是說我找出來 還可以蓋 還有土地蓋 你要不要 為你的政策下台 如果能夠找到合一的 我感謝 你要不要 為你剛剛所講的 政策下台 這個不是什麼政策 這是我的了解 如果您 補充我 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很可憐 台灣人民有這麼大的部位所長 尤其是內政部的所長 還要你了解喔 欸 你來四十五天了耶 不是四天半耶 你還要了解喔 來 我請教你 部長 我這邊是依審計部出來的資料 昨天 空投總司令 去找我們資料品牌的財政部長 他講什麼 講五點 那我截累一點就好 他講說要活化土地 那試問 我這邊是一審計部的資料 你國產署的財產收入 還有兩種 一個是儲分資產 一個是儲租 兩種 就活化 國有地 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的話 你如果敢為你政策背書 我說 我們的部長有工資 他講怎樣 我跟你講 這邊是審計部的資料報告喔 101年 我們的預算 活化喔 要收648億 結果 結算的時候才310億 達成你47% 那你今天視為一個 我們台灣 你在掌領這個國圖 你們是部會的 你們的執行預算跟預算 編列出來 既然差了53% 那你們說要刮人家的鬍子 政策一下子 一個江院長講的說15% 要變10% 要降低 我們是在喊口號嗎 這個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部長 我在請教你 閒日會公用國有土地相關之性 我也是一審計部出來的 你剛剛講的 大言不慘 那我再講 用你的官位 你也不敢講 你說要了解 那我今天在這裡化得到這麼大聲 真的是很可嘆 來 部長 我們在100年的時候 我們非公有國有土地的相關之性 我也是一審計不出來的 既然我們100年度的時候 還有11萬筆 公頃數2.1萬公頃 價值快600億 100年度 我要跟你講 你現在講台北市五都嘛 全國跟五都嘛 那五都這一塊 還有多少 還有5萬筆 公頃數0.82公頃 價值多少 快500億 你說你沒有土地幹 何以住宅 你剛剛講的那麼大聲 大言不慘 那我講 你要不要把這一句話說回去 這個是神經部的資料 0.82公頃嗎 你要不要把你剛剛講的話說回去 不是 您剛才不是講0.82公頃嗎 0.82公頃 我再跟你講五都喔 是0.82公頃很小 全國是2.5萬公頃 但是現在主要的 居住的問題是在這個 新別 那0.82公頃也是土地啊 你剛剛講是說沒有啊 那你既然講沒有 既然還有0.82公頃 你還講 還有500億的土地耶 灰公用土地 還有500億耶 再來 那你剛剛講的話 你要不要收回去 我剛才提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公有的土地 在新別跟台北 我們會優先來 尤其是台北市 優先來蓋出租的這個社會住宅 所以不是一樣 再來 再來部長 我在請教你 我還在請教你 身為一個內政的部長 今天房價會這麼高級不下 是什麼原因 部長你可以說明嗎 我剛才已經在回答幾位委員的說明裡面 你要回答我啊 我在問你啊 是是我要跟您報告 第一個當然是在 有多重原因 包括稅的問題 因為讓他有一個不當的得利 第二個他可能利率很低 資金有很多 第三個當然我們區域的空間的發展不平衡 所以說 我們這個部長又在混 我答覆你好了 今天土地 今天房價會高漲不下 原因在 在土地嘛 我們都清楚 公告限制公告地價 每年調漲15%到17% 擴大稅機誰拿去 政府拿去 原因在哪裡 在這裡 每年漲了15% 17% 誰拿去 你們死中央手是誰 政府嘛 再來我再跟你講 部長 我們都知道 我在財委會的時候 經管會主委 還講的是說 7年 所有的IPO 獲利1.8兆 那為什麼會有1.8兆呢 什麼原因得了1.8兆 再往前年是1.2兆 多了6千億 他還揚揚得意 我跟你講 是因為IFAS的問題 是因為會計制度的問題 所以做賬 才變成這樣 因為會計制度 IFAS是由 分公司 子公司 母公司 他公司 一連串的 報表出來 跟國際接軌 結果他還很高興 都賺了6千億 是會計制度的問題 那會計制度的問題 像國際金融控 他平白 他的帳上 多了1千億 他還很高興 因為他沒有持分資產 他只是一個資產有重估 一個會計制度的變化 多了1千億 那時候我們身為我們內政部長 這麼大的一個部會 那你有沒有去搞清楚 大家在談房價 在談合議住宅 你剛剛還在講說沒有土地 那你先搞清楚 我跟妳講了這麼多 妳搞清楚了嗎 部長 謝謝 什麼謝謝 我了解 您剛才提供的資料 我了解 還是妳要再去看報 謝我什麼 是我一個民意代表 只是一個監督啦 謝我什麼 再來部長我再請教你 昨天晚上 警察的問題 聽說 有警察 以塑膠 塑膠書 去扣人家 有沒有這一回事 妳要不要看報 我不了解 我不了解 因為這個狀況我沒有掌握 那報紙也出來啊 我不了解 那你不了解 回復到以前戒嚴時代了嗎 可以五花八綁嗎 可以隨便用塑膠袋就可以綁人 扣人嗎 那你身為一個部長沒有人跟你報告嗎 那個執行像這樣的一個執行 他不會每一個案都跟我報告的 還是因為我是身為一個內政部長 高高在上不需要了解 人民的潛意耶 不是 這是一個分工 分工喔 那你分的是什麼工 這不屬於政策面 部長你分的是什麼工 你跟我講 打一個執行 就好像他起第一個酒駕 起第一個 他不需要的跟部長報告 他昨天是在立法院 對但是 立法院你這個情資 你都不需要知道喔 部長 你都不要了解 不需要透色的了解喔 不用管喔 那這樣的話 行錯一個警察 就可以隨便抓個人綁起來 都沒問題喔 要部長 行訴法也不是這樣子啊 行訴訴法也不是這樣子啊 警線的使用有一定的規定 那你知道他 既然是一個警察 他應該有他的戒記 他的工具戒記 是什麼 應該要有嘛 見到人就用塑膠袋把他綁起來 可以嗎 他應該不是塑膠袋 你要不要查 部長你在這邊承諾你要不要查 報紙都出來 報紙都出來 報紙都出來你要不要查 只有了解喔 是 那如果有的你要怎麼辦 你要一個承諾 如果有的話你要怎麼辦 你要一個承諾 不是我們看他有沒有 違反警線的使用條例 那我剛剛講了那麼多 你還聽不懂 不是啊 我們要看他有沒有違反 行線的使用條例 報紙都出來啊 因為你老實講說 你看報才知道 我在跟你講 在自由時報都出來了 是 那如果有的話 你要怎麼處理 看他有沒有違反相關的規定 那如果有咧 你怎麼處理 有的話就依照規定處理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那接下來蔡傑